立法委員江永昌之前會同教育部常務次廠林藤角 來到中科區會看計歲國中運動場改建風雨球場 江委員表示計歲國中缺乏風雨操場 為了避免天氣影響練習 加兩棟教學大樓屋領加蓋鐵皮充當室內練習場 但屋頂年久失修 嚴重漏水 學生們在練習時經常受傷 所以希望透過本次的會看向中央申請補助 建設新型的多功能球場 訓練的一個場地有沒有 那這幾年其實也是破舊不堪 那我們希望能夠爭取到一個比較好的一個 訓練的一個風雨操場 至少有這樣的一個規格 讓學生可以安心的 讓學生可以好好的學習排球運動 其實也是推廣學校的一個體育 讓孩子都能夠健健康康 這樣子在學校要用功讀書也是會有幫助 現有的風雨操場的部分也是比較老舊 那也是在兩個教室之間夾雜的一個這樣的區域 確實對學生的安全的部分是需要去做一些考量 所以經過今天會看之後呢 教育部體育署這邊會配合新北市 那麼共同來新建一所新的風雨操場 而金歲國中校長鄭建立也非常感謝江委員 以及林次長的支持 未來場地蓋好後一定可以有效降低學生的安全疑慮 其實主要是我們孩子練習的時候經常受傷 所以我們也積極在爭取 那也感謝教育局幫我們配合爭取這個預算 那未來我們相信這個場地蓋好之後 其實對我們的孩子的安全性會大大的提升 除了積碎國中 另外也到中和國中 復興國小新南國小會甘場地 而林次長也承諾會盡力協助 除此也需要新北市府的配合 讓學生的運動安全全面提升 中間西文林凱俊綜合報導 你是我的 攝綠 我 你